从今年4月开始 台湾与帛琉达成的旅游泡泡协议 从4月1号首航 不过这个旅客似乎不如预期 因为包括了检疫流程 以及团费成本等等的因素 让消费者的消费意愿都低迷 而这个华航今天就表示了 为了共同来推广台博旅游泡泡 目前华航已经主动调降了机票的价格 从两万五千元调降到两万元 而后续也取消了收取旅行社定位的作业金 将会自行的来吸收相关的成本 希望协助旅行社来加强的销售 促进台博旅游泡泡的发展 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PCR的检测费用很高 加上还是必须需要自主健康管理等等 降低了民众出游的意愿 对此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就表示 针对博流泡泡加强自主健康管理 松绑的部分 像是希望裁减的次数缩减 将会观察一阵子 但需要渐进式的来检讨 而旅行业者也表示 台博旅游泡泡虽然投入初期 时间过于仓促 目前是感觉成效不张 可能会造成亏损 不过长期来看 如果政策会松绑的话 成本会下收 中国会回归市场的机制 而从4月21号开始 其实已经看到了明显的市场需求 加上疫苗陆续施打 渴望带动旅游逐步回复